看无声的画作,听有声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鸣 今天说的这幅油画名叫《老宝》 是维米尔签约并著名日期的三幅画作之一 另外两幅是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画作年份为1656年 尺寸143厘米乘130厘米 目前收藏于德国德雷斯顿历代大师画廊 维米尔这幅画被认为是受到了 迪尔克·范·巴伯伦·老宝的启发 画面最左边带着黑色贝雷帽 左手举着酒杯,右手握着乐器 向观众微笑的,被普遍认为 可能是维米尔唯一的自画像 画面中的女子脸颊飞红 从她左手握着的酒杯来看 她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戴着羽毛帽子的男子,左手搂着女子 手放在了特别的位置 女子伸出了右手,正准备要收下男子给的金币 从覆盖在桌上缩织花边的壁坛 可以看出应该是在一个家庭场景 从左边数过来第二个人应该是一名黑衣皮条客 是他撮合了这个男子和女子 这幅画一名解读来看 由于维米尔大部分画作都是在戴尔夫特创作的 戴尔夫特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 由于开展亚洲贸易 获得了非常庞大的财富积累 荷兰也因此步入了黄金17世纪的繁荣时代 这幅画记录了在这个繁荣时代的生活 那个男人帽子上的羽毛 表示了他获得的成就或荣誉 也许红运男子是一名来戴尔夫特做贸易的商人 在行侠之余找到了一些娱乐活动 好了今天话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点赞与一鸣讨论各类画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